鄧南光是台灣早期重要的攝影師 他更是最早用影像記錄台灣的人之一 在三零年代他就用八厘米底片 記錄當時日本政府舉辦的台灣國覽會 這部影片最近將在紀錄片影展中全球首映 而且最近攝影家簡永斌 他也修復了鄧南光的底片 要推出大師最完整的攝影全集 帶我們透過影像重溫七十年前的台灣 這是七十年前的台灣 日本舉辦博覽會展示統治台灣四十年的成果 當年的淡水河岸景致秀麗 影片呈現日常生活 洗衣服的婦女和叫賣的攤販 還有一對母子到淡水河畔遊玩 寶貴的影像帶我們重溫台灣的風土民情 這是台灣攝影大師鄧南光 用八厘米的底片留下的珍貴畫面 像這些都已經不見了影像 因為打開一次它就會越受傷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去動它 小心翼翼用鑷子夾起底片 每一張底片都妥當收藏 他是攝影家簡永斌 全台灣保存鄧南光影像最完整的人 像這個就是收縮嚴重 它已經黏了 這是回事的 那這個部分就已經是整理好的部分 就是說它的片子都已經比較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用無算性質把它封到這個封道裡面 前永斌是台灣長期鑽研影像修復保存工作的專家之一 鄧南光的長子鄧施光很放心地將父親珍藏的底片交托給他 經過繁複的過程 前永斌在2013年籌辦鄧南光攝影展 也在今年推出大師的攝影拳棋 攝影家鄧南光生於1907年新竹縣北埔鄉 被稱為攝影三建客之一 1930年代到東京留學 深受當時欣欣寫真的影響 剛才說欣欣攝影署最大的優點就是說 它能夠拿來卡相機 你知道小型相機的開發 是它能夠貼近自己的眼睛 像自己的靈魂之窗的眼睛 它可以如影隨形 就像一個人 它可以到街頭去抓拍 鄧南光喜歡使用小型來卡相機 拍攝許多生動活潑的東京街景 從此它就以萊卡相機來創作 從日本學成歸來的鄧南光開設 南光寫真基材店推動台灣專業的攝影 它走訪北埔鄉鎮 台北街頭 走入人群拍下許多珍貴影像 強調寫實攝影的鄧南光有別於當年過於 唯美的沙龍攝影 他以獨特的視角留下女性婉約柔美的倩影 那我認為它那麼本質 是有一個很好的觀點 就是說它那種距離捕捉女性 在工作傾向當中 一種等同相受的 有一種悲悯的那種 揉美在裡面 除了最新拍攝靜態照片 鄧南光也對八厘米的動態攝影 產生興趣 影片中記錄了長子鄧世光 參加育物支援運動會 當年拍攝的許多影片 經過數位修復 處理刮痕 眉紋之後 珍貴的影像將在今年 國際紀錄片影展世界首映 這些底片都是塵封在他家裡 他根本沒有說要發表 或者想要發表 因為他們沒有那種舞台 他們不是為了追求民意 或追求比賽或追求什麼 他就是追求他的樂趣 愛好 留了很多那個時代氛圍的照片 但南光堅持攝影的夢想 留下珍貴影像 帶我們重溫70年前的台灣